年僅15歲的少年背著書包不知所措的 站在事故現場神情相當緊張 因為他偷開外公的車無照上路 造成三十兩傷涉嫌過失 致死當場被抓 但他偷開車的行徑早就有跡可循 少年過去腳踏車 當機車載起 標速壓車 甚至闖頭燈漾漾來 還將影片通通PO在IG上 大炫車技 看起來膽子相當大 而他近期還開始想要學開車 少年成像同年透露 想要開車出門 沒想要不聽 勸阻石校晚上偷開車出門 闖下大火之後 第一時間打給朋友 告知自己出事了 少年有人事後在IGPO文 表示原以為對方只是開玩笑 到現場後才發現事情鬧大了 也強調成提醒他不要無照上路 指責少年真的犯下大錯 而根據了解 肇事少年平常和爸爸住在一起 石校先從永和搭捷運到東湖 趁著外公出國去巴黎島旅遊 竟偷拿走鑰匙後 前往戲子的停車場取車 直接開車要去找朋友 那看了十多分鐘後 疑似不熟悉操作油門當成 煞車暴衝進臭豆腐電 發生嚴重意外 得知二隻船禍撞死人 少年父親匆匆趕到警局 聲稱不知情他竟擅自開車外出 但後續家長恐怕也得負起年代 賠償責任 而身為車主外公 也可能被認定因注意而未注意 同樣恐怕會被寒送罰辦 本件未成年人無駕照偷開車 造成他人傷亡 要付過失致死及傷害刑責 依法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的罰金 但可能可以因為未成年人減輕其刑 少年一時他玩亂開車 量成三個家庭悲劇難逃罪責 而家族責無旁貸得共同承擔錯誤好好面對 謝謝基礎文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